一款橫穿灰色上衣 戴口罩 當選後二十五號再度召開審理庭 先前被臺中地檢署起訴 殺戮豪宅竊佔國有地甲買賣 以及詐領助理費一案 他表示平常心面對 捍衛清白有絕對的信心 這個證據力的部分 我們都在法院上面來呈現 那所以就是一切都按照法院的規定 那我們也都準時出庭 對於所有不死的指控 我們都絕對我們都不接受 臺中地檢署先前指出 鹽寬恆殺戮豪宅竊佔國有地 達一千零九十七點一四平方公尺 二零二一年選舉遭購發豪宅案 委託手又以借款名目 將四千五百四十一萬元 交給張姓女設計師 並和妻子陳麗玲 建設公司負責人陳靜甫共謀 由張姓女子出面 向鹽寬恆購買豪宅 先前關鍵證人張姓女設計師 未出庭 今天再度晝開審理廳 希望案情有進展